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议论纷纷 说王阳提前开始过退休生活了 这打扮也太轻松了吧 港媒报道就是网传由网友发出来的视频显示 王阳身穿了深蓝色外套 戴着口罩 他一进场就引起了周围观众的关注 他走到前排座位录作 演完了以后 集体谢幕使 王阳与其他观众一起站起来鼓掌 周围还有很多观众还没有站起来 这个话剧《正红旗下》源自老舍1961年开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 这个剧本来自于这个小说 也是他最后一部小说 这个里面讲述的是老舍早年家庭所属八旗 郑红旗旗人的故事 所以说大家不要误会 郑红旗下不是指那个挥舞的红旗 是指的是八旗 郑红旗旗人 1966年8月24日 老舍就是在文革中 这回就跳河了 跳湖了 自杀了 在北京西城的这个太平湖 投河自杀 所以这一部小说没有完成 只是在完成了十一章八万字 后来金人进行整理 最后把它出版了 这个内容还蛮贴切 现在中国的情况 也就说的是清朝的末年 社会动荡 民风腐化 齐人的生活也逐渐的开始窘迫 耿子连间随着义和谈的到来 老北京的顺民民 看似平静的生活 突然起了波澜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这本书 这个小说 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 汪洋是中共知名的开明派 作风比较务实 也受很多中国人的欢迎或者喜爱 汪洋在去年十月份 中共的二十大厂没有满六十八岁 就卸任了政治局常委 在今年的三月份 他将卸任了全国政协主席 把这个位置交给王沪林 我们说了汪洋无关义生亲以后 他开始进入退休的生涯 我们再说说习近平 习近平近来很忙碌 也很辛苦 这不他正在紧络密鼓的清洗国务院 为李强执掌国务院扫清障碍 香港媒体明报1月26日就发表文章说 中共2023年2月份将召开二十届二中全会 将敲定了国务院的人选 各方消息表显示 国务院需要彻底换班 旧的领导一个不留 部委首脑也将有大的变动 文章称 中共国务院新一届领导层 目前比较确定的 有总理李祥 副总理丁学祥 还有三名副总理 分别是何立峰 刘国中 张国清 丁学强是常务副总理 国务委员大概率是王小红 他同时兼任了中共公安部的部长 李尚福兼国防部长 吴正龙兼国务院秘书长 盛一勤和秦刚 盛一勤秦刚 秦刚是兼任外长 所以这篇文章就说了 中共国务院现任的李克强 副总理韩正 深村南 胡春华 刘鹤 以及国务委员 魏凤和 王勇 王毅 萧吉 赵克子 全部走人 此外了 中共国务院37个 组成部门 直属和办事机构中 有27个首脑 在一年内刚刚更换 或将要更换 首脑 部委首脑 将至少换七成 这个媒体就说 这种翻天覆地的大换班 在国务院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大家可能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国务院 它还是一个机构 即使领导人发生了变化 它一般不会有大的 这种人事上的这种变化 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像出现这么一种彻底大翻盘 彻底大换班 这个是不太寻常的 因为这不利于整个工作的 平稳推进 对于海外媒体的报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军涛博士 他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中共国务院 人事大调整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 要用自己的人 这个我们看了都很清楚 习近平无论是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还是政治局常委 基本上都是他精心挑选 认为对自己效忠的人 所以习首先要求官员 政治忠诚 王军涛说了 习从一上来开始 就提四个意思 两个维护 凡事不符合 四个意思两个维护的 或者不是他的圈内人 他都要给踢出去 另一个方面 很多官员也都知道 习要干什么 他们必须得执行的时候 等于就要为他背锅 所以有些人也不愿意干了 就干脆走了算了 免得背黑锅 任内干了很多坏事 将来是要背历史清算的 背历史责任的 所以王军涛说了 中共国务院这是换能换的 很彻底 主要的原因与习有关系 在之前 时任总理朱隆基和温家宝 在国务院说话还是算数的 但现在国务院实际上 已经变成了一个办事机构 李克强早就变成李克洛 所以说李强再接手 那就基本上就党政 实际上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也就是习说党要领导一切 在人事上他说了算 所以李强比李克强还要落 只是一个大总管 一个听话的 一个办事员 所以国务院就会发生了 这么大的变化 这是王军涛先生的看法 所以他说了 习近平的用能原则 既不看官员的智商 也不看他们的情商 而是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 实际上习也没有那么多人 可以被他所用 因为人能可能他认为政治不忠诚 都淘汰出局了 说了这两个新闻 说了习近平 近来对国务院的亲戚完 我们再说第三个消息 也就是公安部长王小洪 为什么要说王小洪呢 因为最近推特上就传出了消息 说王小洪健康出了问题 肝癌晚期 所以这就用来解释 王小洪近期连续两次缺席 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全体会议 基本没有露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健康原因 但是像这类传闻 都有一个尾巴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该传闻 无法得到证实 香港新岛日报 27号就报道 说盛传 原上海公安局的局长苏庆 已经进京深任公安部副书记 副部长明确为正部级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了 苏庆今年58岁 长期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工作 后来空降到荷兰 2020年12月 苏庆接任落马的公道安 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 值得关注的是 苏庆在上荷兰任职的时候 与县任公安部长王小洪 有交集 交集比较密切 在荷兰期间 大家知道 王小洪直接捣毁了 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 夜总会的皇家一号 这个皇家一号就要说几句 因为他曾经在中部 荷兰中部 应该是新镇 荷兰的新镇地方 建立了一个大的会所 据说好像有3000多 这种所谓的小姐 就是带着牌的 挂牌的小姐 任客人来挑选 王小洪当时 叫扫黄 就认为里面有卖淫嫖娼 所以就把 最后把他整个查封 把人员 这种小姐 喝着一些 被称之为嫖客的人 都集中在大巴上 十几辆大巴上 并且是异地报案 把这些档案资料 都交给了厦门公安局 来处理 但是这个案件 王军涛先生 进行了跟踪 因为创办人 也逃到了美国 也找 王军涛先生 希望能够还一个公道 他们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 一个冤案 为什么说冤案呢 因为当时 这个皇家一号 就是为了避免 出现这种卖淫嫖娼现象 它是在整个会所的设计上 都是开放式的 全部是用玻璃透明的 并且有明确的要求 必须与客人保持多少的距离 整个记录也显示了 就是他们的出台和怎么样 都次数都有明确的限制 在现场也没有收到 什么卖淫的 比如说避免套 或者相关的这些 这种性交易的工具 也没有发现 所以他认为 这是王小红 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 这个我对王军涛先生 曾经有一个专访 比较彻底的 说清了这个案件 这个港媒报道说了 随着苏庆的进京 中共中央政法委 新一轮的清洗洗牌 进入了尾声 原公安部长陈文青 已经深任了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 王小红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欣 担任了国安局的局 国安部的部长 三个特务头子 也都是三个习近平的亲信 执掌了中国的整个安全部 这个在1月16日 政法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 这个王小红 身为政法委副书记 公安部长的王小红 第二次缺席了这个会议 两次缺席会议呢 一般的解释就是 要么就像这个推特上说的 他可能是患有疾病 另一种可能呢 就是植物可能有变 一定是有原因 但是呢目前不得其解 近日港媒报道了 随着二十大 丁雪强成为新一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 目前的中央办公厅主任 能选未定 这是大类总管 所以有人说了 不排除可能是王小红 也就是王小红为什么缺席了 因为他担任中办主任 可能事物 凡多缠身走不开 这个中办主任可非同小可 因为了他负责 领导人的安保 中央警卫局就属于中办下属单位 王小红呢 深受习近平的信任 是担任这个职务比较合适的人选 但是呢 公安部呢 这个部门又非常的重要 所以王小红如果身兼两职啊 不仅开创了中国官场的先河 同时也表明 习近平对亲信 对他的一种信任 说了以上三个消息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我的看法是呢 汪洋啊临近退休 心态比较平静 无关一身轻嘛 出去看看话剧也很正常 本来吧 政协就是跟文艺团体呀 这些部门呢 都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要统战嘛 但是呢 习近平时代 跟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 不一样 在江湖时代 我们可以说 官员退休了 就养老了 是吧 就像之前的很多官员一样 你像朱隆基 拉尔胡 这个温家宝 打太极拳 读诗歌等等 都比较自在 但是习近平时代 可能跟他们之前不一样 这是一个折腾的时代 因为他要对官员 倒查20年 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 你即使李克强汪洋退休了 未来也未必能够平安落地 这个话剧啊 郑红旗下 所描述的清末的乱局 恐怕有预示着中国的未来 习近平呢 对国务院大清洗大换班 说来也正常 因为他要为李强啊 执掌国务院扫清障碍 因为大家知道李克强跟习近平 这共事十年不容易 习近平是天天想把李克强踢出去 而李克强呢 也要坚守这一块 因为毕竟他是代表改革开放的一派嘛 所以两人呢 在合作中呢 很不默契 出现了我们常说的习礼不同调 现在李克强终于回家了 习近平当然他要把这一块全部换成自己的人 用这种这个忠诚度来考核 是不是可以留下 或者干脆你回家养老或换一个部门 但是这种做法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都是李习家军你自己的人 你要想没有三头也不可能 因为习家军本来就在演变之中 比如说李强蔡奇 还有他的其他的亲信 也未必都是完全利益是一致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人马 最终也会形成新的三头 所以这就是老毛说的 党内无派是千奇百坏 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 这说的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 也就是说了 做一个领导人 你要有这种胸怀 实际上有不同的三头 不同的人马 未必是坏事 恰恰了 你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可以来协调一些工作 但是习近平显然呢 他不是这样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说习近平现在大掉头 要重回邓小平时代 我说根本这就是一种幻觉 而是习要在三月份完成人事布局之前 他的一种退了 而这种退了 退一步 是为了进两步 所以想习近平从此不折腾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你看国务院 他是不是就在折腾呢 然后他把所有的人马 全部 这个调配完成 最后回到邓小平时代 可能吗 这是不可能的吗 好我们再说 王小红网上说 王小红患肝癌 不足为戏 为什么 因为这类传闻嘛 你无法证实 你说每一个人 你说他得了病 他可能得了病 那谁知道呢 是吧 每一个人吃五股杂粮 都可能得病 但是我认为了 这个王小红的隐身 可能呢 就是上面所说 可能是大内主管 中办主任这个职务的问题 或者进行调整交接 可能是无法抽身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现在 应该说面临着困境 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防疫失败 防疫失败以后 他可以说 把中国人全部得罪完了 那么他带来了一个 很直接的问题 就是没有威望 没有民心 可以说民心 官心 军心 商心 全部的患散 都处于一种躺平的状态 那么他想施展自己的 宏图 想收拾旧伤盒 怎么办 那么根据历史的经验 有一个办法 习近平可能会采取 那就是对官员进行一场 血腥的大气息 他可以啊 学斯大林 利用一次暗杀事件 然后诸联 最后来把党内高层 把很多呀 这个 苏联共产党的元老 最后都把他们卷进去 然后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 制造一串 冤假错案 这个苏联的大清洗 可是有几百万 当然了 从表面说大概是七十多万 中共的党 苏共的党员 但是他牵扯到的 按照这个苏联领导人的说法 可能波及到的其他的 人员其实超过了一千万 所以是一次很大的灾难 那么习近平呢 也很有可能利用王立军事件 让王立军交代 是吧 比如说李克强啊 王阳啊 胡春华呀 等等啊 或者曾庆红啊 都说他们想谋反了 然后制造冤假错案 进行党内的大清洗 因为斯大林就是利用这个方式 消灭了老布什维克人 确立了他啊 作为一个国家领袖 同时作为执政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稳固地位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汪洋真的能退休吗 李克强真的能够从此啊 云淡风轻啊 从此逍遥啊 这个重情山水吗 胡春华真的能够在 政协主席的位置上 就这么养老啊 这种轻松过一生吗 未必 其实一场血腥的 大清洗 一场风暴 正在到来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